法治系统 知不知道我们的法治系统里 为什么会有一些对法律完全没有认识的普通人 以陪审员的身份来审案? 这就要由古希腊的时代说起 由于当时的法官全部都是贵族 为了使到审判公正 所以加入了平民 组成民众法庭 用常人的道德逻辑来判案 以制行这些贵族的法官 审讯过程也以辩论为主 当然有些疑气 所以也会出现冤案 而当中最著名的 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案件 他当时因为得罪势力人士 被告上法庭 以对神不虔诚和荼毒青年思想为罪名 最后被陪审团投票判处死刑 今天大家公认的哲学祖师爷苏格拉底 原来当年就是死在陪审团的手下 社会进步 陪审员的制度也不断改善 而香港也跟随英国 早在1845年引入了这个制度 现在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 仍然有陪审团 成员主要是21至64岁的香港人 整个审讯陪审员不可接触 和和外界商讨这件案件的资讯 看到这里大家会否觉得有问题 在今天信息爆炸的世代 人人拿着智能手机 谁可以担保陪审员不受网络信息所影响 所以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曾经批评陪审团的制度相当老化和过时 不少普通法的国家 包括新加坡、印度、南非 早已废除了陪审团 最近香港一宗串谋杀警案 有被告一早认罪 并且转做污点证人 但七个被告 最后被陪审员裁定六人无罪 引起社会哗言 正如如汤家华所说 法官即使有政治立场 因为他受过专业的训练 会尽量不容许自己的立场影响判断 但陪审员没有这个训练 就未必做到这一点 时代在变,法律和制度也要改变 否则苏格拉底式的冤案随时会再出现